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两个小时发电机 那个戏你去了吗 我去了 我演那个开山的队长 然后张绍林导演 每天晚上 就是把他过去拍过的作品 给剧组的人 看一遍 来观摩 学习 杨家将 那你不是应该是老朋友了呀 王老师 不是 这个是前辈 人家真不敢 真不敢 对 就这么多年在电视方面 也一直没有做出什么卓越的成绩 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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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气 尤老师 这几年演了好多戏呀 还行吧 演了很多角色已经 大家对你这个脸已经很熟了 但是后来一段就突然就发现 你演很多这个特型 林彪 说起林彪来呢 这是应该是2008年 非常感谢电视剧解放的导演 唐国强老师 那个戏呢 30集的剧本 但是林彪呢 有 我记得有22集 必须要有林彪 戏份非常重 所以他要在全国范围之内呢 找这演员 找一个新的林彪 那一个我岁数合适 另外一个呢 我跟他之前呢 03年的时候 我去客串过一次 阎安颂 我演梁树鸣 全都是我跟老唐的戏 八场戏 所以他很熟悉您 完了呢 本来是解放了 他还要让我演梁树鸣的 然后那个副导演呢 谢林大姐啊 头疼 让我帮着他推荐林彪 我呢 就把这个话接过来了 我说 我怎么那么想演林彪啊 您自己说的 对 那之前呢 因为我是看了一个压缩碟 我记着看了一宿 所以后来一造型 发现真的很像 对 你这么看的话 还真感觉不到 但是我相信 这个找一个专门的照片 放在一块 可能就会很像 谢谢 那个时候呢 我每次演林彪 我都需要减肥 实际上我 基本上就没有化妆 就是沾了一个眉毛 对 主要是这眉毛 对 很重要 一般我们在落座之前呢 会请老师给大家 演个小节目什么的 您有什么特长吗 哎呦 特长 哎呦 没准备 因为我第一次做客呀 这个咱们这种访谈节目 访谈节目啊 跟咱们这个年轻的编导 提前沟通过 我带来一首小诗 哇 太好了 啊 那个 1999年的时候 我拍了一个电视剧 叫人间四月天 我知道这个电视剧啊 那时候我也是留着胡子啊 那时候三十多岁 但是呢 从三十多岁 我就开始演老生 我演周迅的爸爸 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 哦 您演的林徽因的爸爸 林长民 这个林长民很厉害啊 对对对 因为呢 林徽因最后嫁给的是 梁启超的儿子 对 梁思成 梁思成 那谁演的徐志摩呀 黄磊 黄磊 那您这一版还是很厉害啊 那个刘若英是张又怡 徐志摩的前妻 就徐志摩的第一人太太 去英国去找她的那一个 陆小曼是宜能静 啊 99年了 嗯 然后从伦敦到了剑桥 嗯 一到了那儿我一看 啊 合着徐志摩诗里的景色 在别康桥 是那么一条 不是都是看得见的 那么如果说带来一个 呃 小诗的话 我我我我想记性地把这个 在别康桥 啊 凭我的自己的那种 理解和认识吧 啊 我给大家 试着给 啊 怕忘词啊 嗯 轻轻地 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我轻轻地招手 坐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流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燕影 在我心头 大热 太棒了 太棒了 来来来来 请坐 哎 好 这里请坐 哎 这个 因为您拍过那部戏 好 所以我觉得 您是更深地理解了 体会了 当时徐志摩的那种感情 哎 应该是 当然 触景 触景 生情 呃 其实尤老师演戏也很多年了吧 我一直我认为我是个新年轻人啊 新饼 王老师拍戏的时候 您都开始拍戏了 这得有 王老师八几年拍戏吧 对 那个时候已经是九十年代初了 九十年代初 那到现在也有三十多年了呀 但是他拿的是过去的版本呀 对 不光是杨家镜啊 那会儿我都是 挺重要的角色 后来呢 后来就是 后来呢 为什么就被人家给踢出圈子了呢 没有 后来是我为了这个教育事业 就放弃了电影事业 哈哈哈哈 浪沙不止吸引 接下来进入浪沙第二现场 其实是后面从08年之后 才开始演特型演员的对吗 对 就跟唐国强老师合作这部戏之后 对 之前也演了不少戏吧 我应该是1985年 进入到北京儿童艺术剧院 演了几年的话剧 去儿艺也是因为考上的吗 那肯定在考啊 您就是北京人吗 北京人 我这个 因为我觉得你的嗓子特别好 去儿艺也很偶然 我觉得我是一首歌 本来是考大学的嘛 结果第一个学期一连欢 哎 那个班呀特有意思 有拉手风琴的有什么 我是斗胆唱了一首歌 再见吧妈妈 哦 再见 再见吧妈妈 对 再见吧妈妈 这唱的多好啊 你是学过美生吗 不是 这就是嗓子好啊 你看 为什么我说我这个 干这行的原因 就是因为嗓子好 就你唱完这首歌 是被某个老师给发现了 不是 班上一个同学 班上一个同学 我记得他蹲过班 他比我大 在大三四岁呢 他蹲了三四班 三四回啊 哎呀 我说这个重点班 怎么还有这么大岁数的 哎 反正不知道什么原因吧 我刚去 我也不好问那么多呀 他一听之后 完了之后 给我拽到一边 说你晚上下了学呀 你能不能 跟我上我们家去一趟 他们家离那个学校不远 我说干嘛呀 我们院有一个搞话剧的 哦 那这人贵人呢 你是您的 不是 我那个时候 我不这么认为 我是来是考大学的 我是理科班的呀 你这个是属于文科 这一类的嘛 他说让我替他 他说我不行 你还觉得有点 他要害你那意思 对了 对了 他让我替他 他不想学 然后他那个院里边 那个搞话剧的呢 我觉得对这种话剧的执着 戏剧的执着 那种热情啊 老想培养一个孩子嘛 像是得了戏癌了 你替他去受教育 就这么周 我这下了课挺累的 结果呢 我应该是待有两个小时吧 他辅导我朗诵啊 小品 哎呦 我当时没有时间过来 然后 我说怎么回事 我 我说我得上去课 我哪儿 哎 你就替我来吧 就这么着 后来呢 他把我介绍到 那个业余的话剧队嘛 眼泪雨 本来是重点高中的好学生 两年啊 就是 后来痴迷这个 后来那老师呢 一直在给我坚定信心 你没问题 那个 那个 人生的路很长 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学历课 所以就这样呢 就到了儿艺是吧 对 我呢 去的时候 我觉得 很顺理成章的 第一步 影视剧是什么时候拍的呀 那时候跟单位也没说 因为呢 也没有演出的任务 所以 偷偷跑出来 偷偷跑出来 拍了一个叫 女人 Tagerson女人 我记着应该是 出租车 1988年 这个 这个上面里边 有哪些演员 我们熟悉啊 那个戏啊 它主要写的一个 女人的故事 为什么 女人 出租车 女人啊 女人呢 丁家丽 那个女人呢 是潘红 然后呢 葛优演丁家丽的丈夫 开饭馆的 我演的这个 是跟葛优 一块 对了 合作伙伴啊 一块开的这饭馆 我记着拍戏的时候 在白塔寺那儿 白塔寺的东南角 有一家餐馆 那个时候 像丁家丽老师啊 像潘红老师 已经很有名气了吧 潘红老师名气大 那个时候 葛优熟了吗 大家 那时候我已经 仰视他了 为什么呢 我看了他 那个丸主 这丸主已经出来了 但是那个时候 拍戏的时候 他是着急买机票 这我印象特别深 为什么 他是不是赶到 那个围城剧组 去拍戏去 拍围城 他说 我这个时间 我得 不像现在手机就定了 那时候 他得去买去 买机票 后来让制片部门 帮他买嘛 拍了三天 整个就在那个场景 我们三个人 吃饭也在一起 没事聊聊天啊 干什么的啊 这个算是我 第一次出电吧 浪沙不止吸引 接下来进入 浪沙第二现场 就拍了几天 三天 对 但是印象深刻 后来跟葛优 合作过吗 后来没有 但是我就是 葛老师啊 就记忆力特别好 过了多少年之后 我在北影碰上他 干了点 兄弟兄弟 他记得你 对对对 他记得 这个一个人好 另外一个记忆力 你瞧 好像你跟那个 藏经生也很熟是吧 老藏呢 跟您更熟 是 就是 所以我就想问一问 老藏 在您那儿也那么抠门吗 就是 藏老师 藏老师怎么抠门了呀 藏老师反正就是一直说请我吃饭 但到现在没请我吃过 我怎么明明记得是你说要请他吃呢 他都不请我 凭啥请他的 藏经生老师呢 确实应该跟这个 尤老师关系不错啊 因为他也专门发来了一段视频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大王小王 你们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北京电影制片场演员剧团的演员 藏经生 很高兴在这里 向大家介绍 游吕萍 我的好兄弟 我们合作了很多戏啊 我多次在媒体介绍也是 我上水浒传 好多人说是游吕萍推荐我去 说下面张少林要拍水浒传 于是乎我赶紧去我们厂的对面 解放军出版社买了一本新版的水浒传 做好了很多很多功课 游吕萍再三的推荐我去水浒传剧组 最后我试戏获得了成功 当然也有这个游吕萍的功劳 话说我来到这里有一个什么道理呢 就是你要想得到别人的帮助 一定要善于帮助别人 只有你善于帮助别人 不求得回报的时候 别人在关键的时刻 一定会帮助你 也祝福游吕萍在未来的艺术创作道路上 能够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你给张少林推荐的 你当时怎么就不跟张少林推荐说 那个杨家将的杨七郎多好啊 你怎么就推荐他了呢 你要去演你还真演不了 我怎么就演不了 一增肥我绝对比他帅 游二当时您是在剧组吗 是这样啊 可能这得这一出多说两句啊 我呢那时候除了演完了戏之后 还得回单位演出去 话剧然后后台啊 BB机 北影的一个老同志就护我 说你赶紧来 完了之后说这儿 京城标局 那个组有谁啊 老藏 你在这儿认识张精生的 对啊 刘备琪 还有现在著名的导演叫张多福 我就记得啊 我们这个哥四个在一起啊 吃住在一起 那时候是北影的招待所 都没有卫生间的 在楼道里边卫生间 我们这个招待所三张床 我们这个门对棍 就是卫生间 南卫生间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啊 但是即使是这样 全都聚在这个房间来啊 藏金生呢 把他家里边录像机 搬到宿舍来 他那时候有钱啊 无声电话 在这个招待所啊 居然还有信号 这他们家的无声电话啊 谁在BB机一想啊 就拿他电话回 对 老张一看最初的手机 不是手机 是家里边有个座机 可以拿出来到楼下 不是他们家离这儿这么近啊 对啊 他够得着啊 在北影一条街拍 北影嘛 拍戏的时候 他也揣在身上啊 冒充大哥的啊可以 对对对 关键是 张金生那个时候认识你 你给他介绍 是你后来是跟张川林 合作完之后 实际上是他的命好 不是我推荐的 他肯定是合适啊 对 那么大的名著 你说谁推荐 他肯定是角色合适 那你不推荐他 张上林不知道 有他这么一号啊 那倒是啊 我这个因为采访 张老师很多次啊 张金生老师 他确实是太适合 言录之深了 是是是 而且他也讲 他很有运气 演那个倒八垂扬扬柳的时候 差点出事 因为那个钻头嘛 差点打到他脑袋上 拔那个树的钻头 其实康宏来导演 也给您发来了一段视频啊 也讲了讲 这个跟您的之间的情谊 康导也是我们那门古人 也是我们俩的好朋友 采访过他很多次 来我们看看康导说的哈 游丽萍老师呢 是我青年时代就结识的一位好演员 大家好 我是游丽萍的朋友寇振海 大家好 我是中国国家发言的演员 我叫王英 游丽萍近几年 因在许多影视作品中扮演林彪 而受到社会的瞩目 她演过蒋介石 演过鲁迅 她的表演朴素 有独到之处 人无权势的人 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她的创作能力非常之强 不管演戏上 还是做人上 做事上 都是我值得我学习的 我觉得一位游丽萍老师 她在中国的表演势力上 是有浓浓的艺品 我特别欣赏她 在这里我祝愿她 在今后的艺术创作中 塑造更多的鲜活人物 我也预祝你在未来的演艺生涯中 再为我们诠释更新 更好 印象更深的角色 祝福你 大家对您的评价好高啊 不是太熟了 这也是打出来的 打出来的 打出来 因为肯定在沟里人有意见 然后他到水浒传 我觉得康岛呢 是对我非常了解的 尤其是我扮演的一些 就比较难演的 像林彪 蒋介石 甚至鲁迅 都很难演的 对 你演得在 因为在我们心里边 我们对他们这些人物是有一定的定势的 再好 也会有人 看你那什么 我呢 稍微的不注意 胖了点 他演不了 你看他 所以就是 我觉得有时候演员呢 这种生活啊 也不容易啊 是的 这几个人物啊 包括像林彪啊 鲁迅啊 包括像蒋介石啊 这些人物 你演哪一个戏的时候 正是你人生比较艰难的时候 有没有 那肯定有 少帅 少帅 这部戏很好啊 我觉得 少帅呢 我是 没有一天 我这个状态是 特别好的 为什么呢 是您不喜欢这角色吗 不是 最主要的原因 那时候我母亲正在 正在病 是比较重的病吗 对对对 那时候我妈妈住在我家 这少帅也就是这几年的事吧 感觉也就是 有十年吗 少帅 没有 四五年吧 14年拍的 开始我 我真是没有心情 因为我妈住在我那 我就是 平时拍戏呢 很少陪她 我把她接到我家 老太太是身体不太好是吧 第一次接到组里电话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 我那房间躺着呢 忽然一个 剧组人打电话 游离平老师吗 我说是 就是介绍了一下 他什么剧组 说了说 我当时就是 有些恍惚躺床上 然后他也说蒋介石 后来我就问了他一下 我说这个 张立导演知道 你给我打这个点 他说知道 我说你再说一下 让我演谁 他说 蒋介石 您想过吗 我说没有 他说那您能不能想想 我说好 我就挂上了 因为当时妈妈生病 你没有这个状态是吧 对 当时我这说话的声都不大 妈妈是很严重吗 那会儿 对 已经查出来了吗 我又是家里边老小 老小 因为拍戏啊 有时候我 很少陪他 原来我跟我妈住在一个楼里边 后来就是 我这到别的地方去住啊 有的时候每周 能够过来看看 有时候顾不上 但是这一查 也加上那个报告啊 我去取的 我一取我一个 哎 就是什么叫 那种恍惚啊 我当时我 我这 找一个地方 我就坐下来了 啊 然后第二天赶紧找医院 就是四家大医院啊 同个朋友啊 哎呀 那种急躁焦虑啊 把这事就给忘了 嗯 第二次再打的时候 应该过了一个星期了 哎 我 对对对 我说你给我打过 您考虑怎么样了 我说你真有这个意思啊 嗯 啊 哦 后来我又给忘了 嗯 那时候不光是这一个 对 因为他妈妈生病 他状态不好 还有一个什么后海 不是海呀 什么别的戏 就是有时候 接到拍戏电话 啊 完了之后就忘了 第三次打的时候 我重视了 我开始考证查呀 哦 哦 原来蒋介石 个头 没有那么高 他是要说方言的是吧 哎呦 我说我是倒着口上演的 嗯 你说得挺像的 哎呦 好了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不必再说 啊 唯我无尊嘛 嗯 啊 完了 后来第四次再打 嗯 我觉得呢 作为这个 人家很诚恳呢 呃 我 我也挺感动的 作为张力导演呢 呃 这种 合作过的 我非常 仰慕的导演 我演还是不演 搁在一边 嗯 我一定我到剧组 去看一下 对对对 嗯 但是我跟那个 副导演啊 我就说 我说我不能剃头 别剃头啊 我说 相互找找感觉 嗯 我说一个呢 我自己 有没有这种 演他的 这 这种自信 嗯 另外一个组里边 也看看 啊 结果 没让剃头 弄弄眉毛啊 弄弄唇啊 穿上戴用服装 为了把这个头发给遮起来 找顶礼帽 就扣上了 到那个张力导演那个房间了 你进去 哎呀 老游 戴帽子干嘛 摘了 边上的助手嘛 哎 游老师 您是喝茶 还是喝饮料 我 白开水 那个想起来是不喝饮料啊 我偶尔喝饮料 是为了陪喝 陪客 烟酒茶都不沾 哦 这就是说明你对那个已经做工作了 后来呢 我 我估计啊 他们是看在眼里啊 一看 还是有备而来的 嗯 大概聊了聊啊 哥这个戏的筹备的情况 那剧本 抓两年了嘛 后来呢 这 黎叔呢 他说的有一句话 挺让我感动的 嗯 老游 咱们之前合作过 你呢 又演了这么多年的戏了 这个戏啊 我对你没有 什么要求 我只 请你给我帮一个忙 嗯 我说您说 你帮我把脸上的肉 剪一剪 我说我这个儿行吗 这是 我考虑的问题 嗯 你别忘了 我是学什么出身的 因为他是 大摄影师嘛 后来就这样 就像 就这么简单 他答应我 我的戏 全在北京拍 我说我不能离开北京 有一个小插曲 学家大哥正好在食堂吃饭的嘛 嗯 因为水火专那时候 我们俩成为棋友啊 下围棋的棋友啊 下棋他下不过我 一盘到现在没开过账号 我业余三段 太厉害了 嗯 但是表演确实是我的老师啊 嗯 到那之后 哎 我说哥哥 哎 你演谁呀 嗯 因为我没剃头呢吗 我我我说不演 不演 啊 从哪来啊 我说北京 那你干干嘛呀 我说坦班 嗯 那个时候我还 还忐忑 你不知道能不能演呢 心神不定呢 他说坦谁的班呀 我说那个张力导演 哦 哎呀张力导演呀 拍电视剧 跟拍电影一样讲究 我这镜头 一条拍我六遍 可能是刚开机啊 我我比较懂 李雪剑大哥啊 我一看可能刚开机啊 他这也是 都互相找感觉摸合嘛 明白 他演的那个 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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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而且应该说 李雪剑是演林彪 是第一人 当年 话剧913 话剧913 那是演得非常棒的 他在家里边 贴满了林彪的照片 应该说真正塑造林彪 第一人是李雪剑 我看过 在北京市 黄桥那个工人俱乐部 我看过 在那的时候 他见着 跟别人说 哎呀 这有人 他们说咱俩长得像 你看 我演过林彪 你也演了吧 所以后来就演上了 这个少帅啊 我们也找了一段片段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对呀 谢谢 为什么也了解少帅了 我也挺难受的 后来我这 少帅杀青之后 过了两年多 我自己写了篇文章 我觉得也对我自己的人生 留下一个记录吧 少帅杀青两年半 我当时呢 因为这14年 开始定的这个事 一直拍到冬天 跨过 15年 15年 1月3号 老母亲 我实际上 我3号 我2号的晚上 很晚了 我还给他擦背呢 然后回到家 这个那个保姆啊 也挺认真的 他坚决不用陪护 他一定 他得在那陪着 四点钟 一打电话 一说那什么 我当时咯瞪的一下 赶紧去了 去了之后 赶紧处理完了之后 给剧组打电话 我说 剧组一听就明白 因为那时候 这个事情我说过 不是一次两次了 后来呢 就是应该 得有十天的时间 没有打扰我 完了 处理完母亲的丧事之后 我又回到剧组 回到剧组 这人呢 就是木 木呢 就是发呆 完了呢 拍的就是 一去拍的 张学良把蒋介石 给软禁起来 这个先事变 对 他这看他捂着耳朵 一会他过来 闻着他又转过来 我不听我不听 全剧也要杀青了 我的戏也杀青 后来呢 我让那个助理啊 我说买 买几箱子巧克力 打冬天的很冷 我说 这个组啊 拍下来可不容易 那么长时间了 夏天就筹备 每个部门都分点啊 让他们感觉 尽管呢 我在组里边 家里特殊情况吧 能够感受到 一份温馨 对 所以这事呢 就是比较难忘 是的 今天跟这个 尤老师聊啊 我觉得 尤老师呢 也是演了很多戏啊 这么一说呢 其实跟王导呢 还挺熟的 王老师应该叫着 少林导演呢 跟尤老师一起呢 吃饭 对 对吧 现在熟吗 跟少林导演还 熟 熟 熟 我们俩 我们俩这个微信聊天 对 当年我和张继忠 跟着张绍林 拍很多戏 后来是因为 我做学校了 所以说咱们 这其实都是一拨人 对 一拨人 人家比你年轻行吗 人家还没退休呢 我也没有退休 这个国家政策 就是现在对这种 有特殊贡献的 可以延到65岁 所以说 那你也没多长时间了 那肯定特殊贡献啊 你们这个节目多火啊 对 这个贡献太特殊了 我就是 我说有没有 贡献特别大的 就多延点 他们说有这种可能 所以你看 今天呢 又是认识了一位朋友 听这个 尤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 他这个演戏的故事啊 我们找机会呢 再来详细地了解一下 尤老师这些故事啊 特别期待呢 大家能够多关注呢 尤老师的这些作品 也希望呢 有更多的作品呢 送给大家 好吗 谢谢 谢谢尤老师 谢谢 浪沙不只是吸引 今天呢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 嘉宾呢 都可以获得由 浪沙内衣提供的 精美礼品一份 这个送给家人 好吗 来来来 咱们一块合张影 欢迎收看 由浪沙不只是吸引 浪沙内衣 独家冠名播出的 大王小王节目 新女人新生活 有智慧有品味 浪沙不只是吸引 浪沙内衣提醒您 继续收看 这是之前的 观众朋友们 现场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 猴狗游戏给您带来的 大王小王 我是王维念 我双方欢迎大家 今天呢 我们在节目开始啊 要和大家呢 认识一位先生 这位先生的故事啊 可真够传奇的 我们来听他讲一讲 大家好 我叫陈丽斌 今年39岁 我呢 开了一家婚庆公司 虽然呢 收入不是很多 但是 我非常喜欢这项工作 就在我人生经历低谷的时刻 我认识了一个女孩 她的名字呢 叫曲一新 我比她大13岁 她长得特别漂亮 身高 一米七一 我们两个人 相处了九年 在这九年的岁月里 我们经历了无数的坎坷 无数的波折 也经历了无数的磨难 今天呢 来到大王小王这个栏目 我是想 给我的女朋友一个惊喜 同时呢 也让更多的人 见证我们的真爱 老婆 我爱你 这位先生呢 希望来到大王小王的节目组呢 跟他的女朋友呢 来做一次表达 她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掌声有请第一位嘉宾 你好 你好 王老师好 欢迎您 王老师好 在场的朋友大家好 这个漂亮的女士 现在是你女朋友对吗 对 是我女朋友 浪沙不止吸引 接下来进入浪沙第二现场 这位是您的什么人呀 我男朋友 是您的男朋友 结婚了吗你们 没有 还没结婚 怎么感觉 你比人家年纪大点呀 比她大13岁 你们谈恋爱多久了 目前为止9年了 你比人大13岁 都谈9年了 你还不赶紧着急地结婚 现在就有这个想法了 那9年为她已经没结婚了 这 好多种种原因吧 终于有这想法了 那你这想法也太晚了点吧 其实吧 很多年前也有过这种想法 但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就是 发生的波折太多 就是坎坎坷坷太多 所以一直就没有走到婚礼殿堂 陈立斌今年38岁 来自吉林 而她口中的女朋友 今年只有25岁 是怎样的传奇经历 让两个看似并不相干的人 走到了一起 这还要从陈立斌 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说起 就是我们从她的那些 小的特点中可以看到 这曾经啊 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像一小浪子一样的人啊 小提导弹 对 结果呢 最终呢 因为这个女士 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 对 我们也做了一段短片 看到这个短片之后 你们可能会明白 他们经历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们的记者 做了一个两边的对比 大家看看 能不能找出点原因来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 这一个对比 你们能够感觉到 当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吗 先生这些画面都不敢看吧 我一看嘛 就回想起当时 那一刹那 就心里特别不舒服 也就是说 这个先生 他遭遇了一件人生的大事 他那个时候啊 突然地遇到了女朋友 变成了一个植物人 而后面 是他们今天的状态 所以可能我们今天要听的 是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 来 先生请坐 我能不能理解为 我能不能理解为 假如没有这件事的话 也许你跟你女朋友还走不到一起呢 对 有可能是这样 因为当时我们两个人相处的时候 我就是没想过我们两个会有到急 走上婚礼那一刻 为什么 你就想玩玩 因为他年纪太小 就是我感觉就是我们两个要是结合了 他一天比一天年纪会大 然后他的心就和那个年轻的时候就不是一个想法 就是我一天比一天老 他一天比一天成熟 然后就会有一天 我就总感觉他跟我不会太长 就会有嫌弃我那一天 所以当时我这个孤立特别大 他父母也不同意是吧 对 他父母当时也是特别特别的不同意 特别反对 浪沙不止吸引 接下来进入浪沙第二现场 他之前有过几段婚人 一段 孩子多大了 孩子现在17 已经17了 其实你跟他恋爱九年前的时候 你也就想着我们俩不可能有结果 对 当时和他相处 第一就是感觉人特别漂亮 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之前有点不幸的遭遇 然后就感觉我要证明一下我自己 你什么不幸的遭遇 就是我与前妻离婚了 就是因为家庭不合 就是然后就离婚了 然后我就是证明一下 就是证明我能找到一个漂亮的 对 我能找到一个漂亮 而且还比你好的比你优秀的 当时就这种心理特别强 所以才跟这个女孩子走到一起 对 但是你其实心里并没有想过娶她 对 那个时候确确实实的就是 没有那么太大的心思去娶的 因为总感觉我俩相差的态度 不一定能长久 您知道他当时这个想法吗 不知道 刚今天第一次才知道的 那那女孩当时对你的印象呢 她对我就是非常的死心塌地 就是 就是 就特别特别地喜欢我 就那个时候 你 你开玩笑吧 没有 说的是真事 就对我死心塌地的 你记错了吧 没有 特别会搞那些什么小浪漫呢之类的 你其实一开始呢 各种条件都不如人家 对吧 对 那是你先追人家 还是人家先追你啊 我先追着她 然后你追她的时候 你是抱着一个目的的 给你前妻看看 对 后来咋追上的呀 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就是 人品确实不怎么地啊 就是 使了一些很多小套路什么的 就是 因为那个时候 我感觉这个小女孩 她特别单纯 就是你对她 经常的 做一些小浪漫了 或者是做一些小举动了 然后 就很好追到手的 所以说当时 我在她身上 也是真的付出了很多啊 就是 也不是说付出很多 我就是煞费苦心嘛 就是 为了追到她 就想尽一切办法 就是一定要把她搞到手 当时就是那种心态 你都用啥小伎俩 来 你传授传授给王老师 就是 我那个时候 不就是做那个婚庆行业嘛 在一次演出的时候 认识她了 认识她当时 我就把她那个QQ号 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微信呢 把QQ号要来了 然后就是 我就是问她 我说那个 你在这个影楼工作 就是学什么嘛 她说学主持和化妆 然后我就说 我说那个 你学主持吧 你在影楼学 几率很小 因为她让你展示的机会太少 你要是跟我走 你肯定能 学会的就快一点 就当时我就给她 使个套路 我先把她先 框到我身边 这样下手机会就多了 然后呢 她跟你走了吗 然后她不同意 她说那不行 她说那个 你跟她说去哪儿就机会多了呢 我说就是我每场演出的时候 或者是有什么做婚礼的时候 我都能带着你 让你上现场去参观 就这样你学得能快一点 你也是做婚礼的 对 也是做婚礼多次 她是做婚庆的嘛 然后那个女孩是婚纱店的 对 婚纱店化妆的 然后她就想把人家给弄到她身边来 对 你听到这么说心里难受吗 不难受都过去了 还难受啥 然后她说 我要是和你去的话 我得跟我爸说 完了之后她就和她爸说 她说她想跟我出去学主持 她爸就是不放心呢 说你把她交到咱家来 我看看她这个人啥样 然后她就跟我说 她说我爸要让你上我家去一趟 然后我当时我就想 我这一去她爸肯定不放心 把她交到我身边 然后我就想了一个招 我说那个 我们那个有那个同行 有那个小女歌手 我说你跟我去 到那你就说你是我老婆 让她爸对我放松戒备了 就说我已经结婚了 我的天哪 你这 当时你们俩已经在一起了 还是还在追您 在一起 已经在一起了 你这招挺厉害 然后就去了 然后就去了 他爸然后看见我之后 就是我那个时候 就是伪装得特别文明 而且就 然后他爸一看 这也成家了 妻子啥也有了 把女儿交到他身边 肯定就放心 然后他爸当时就不加思索 就同意了 还要请我吃饭呢 你赶紧走 没有 他爸还要请我吃饭呢 吃了呢 没有 你还不赶紧走啊 然后我说那个 如果你们要同意的话 就是以后有婚礼什么的 然后我就叫着他 就这样 一点点就打下基础 这个吧 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但是他跟我说了 跟我商量了 我也没阻止他 结果呢 然后你这女朋友 当时渐渐地就对你 失去了戒备 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每天嘛 你就是女孩 就是喜欢浪漫一点嘛 就没啥事 得给她送点花了 每天早上 给她做点打油湿啥的了 就这样 就当时就 打油湿 就被这个反正就是 然后渐渐地 他就开始对你死心塌地了 对 然后你反倒觉得 然后我就反倒有压力了 因为就是 我们乍开始相处的时候 他家就不知道 但是时间一长了 他爸他妈就有感觉了 然后那个 就渐渐地就知道了 知道了之后 我压力就大了 知道吧 我怕就是 他爸他妈就对我这个阻挡 就是每天都想尽一切办法 要把我俩弄黄啥的 就那个时候就 感觉我压力还特别大了 所以你当时的女朋友 还对你死心塌地 对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 如果没有那一次灾难的话 也许你们俩还真就走不在一起 对 对吧 因为你已经有退的这种意思了 对对 来 我们打开一下姑娘的画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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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漂亮啊 谢谢 这个你知道他当时跟你在一起 这个目的不纯吗 不知道 你是今天才知道吗 嗯 今天才知道啊 对 你这隐藏够深的呀 因为现在 我也不怕他知道了 因为他 因为他已经把我改变了 真的 就是 他已经把你变成一个好青年了 对 就是以前 虽然我的心态是非常的 变态 或者是落错也好 但是我现在我敢证明 我不是那样了 真的 嗯 在父母强烈的反对声中 徐一新决定跟着陈立斌 一起离开老家 去北京打拼 为了能让女儿过上安稳的生活 不再四处漂泊 父亲终于放下成见 接受了眼前这位男士 然而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婚礼并没有如期举行 一场更大的考验 在未来等待着他们 然后他爸说了 说你俩这么处也不行啊 你不能没名没分的处啊 你不行的话 就是过礼吧 结婚吧 反正我们也当不住了 就这个时候 我感觉压力又来了 知道吗 你又不想出了 对 因为他爸爸说了 就是结婚得要二十万块钱 然后还得要一套房子 其实说就是按正常想 他那个不算过分 因为就在我们东北 人家这么漂亮的姑娘 对 在我们东北娶个媳妇 二三十万都很正常 但是我那个时候拿不出来 而且就是 我能拿出来 我也不想拿 因为你说 我就真花这些钱 把他娶回来了 然后你说过几年再离婚了 我不闹得更是人才两空吗 当时我就这种心里 真的 我说的都是发自内心的 我就当时就这么想 我把你娶回来了 然后你过两年 你心变了 我再离一次婚 我离两次婚 我这人生 我这辈子不就完了吗 所以我就害怕结婚 就是总的那个复养他 搪塞他 结果呢 就是人家姑娘 愿意跟你在一起了 你还不愿意了那会儿 对 就是他也总张了结婚 他说 我爸都同意了 那咱们就结婚吧 然后我就当时 就是总搪塞他 就在这个过程中出事了 对 然后那个 他爸一看 这时机成熟了 现在女儿跟我站到一边了 然后就逼着他 让他跟我黄 就分手 我爸就说 你疯了 他多大岁数了 你还有个孩子 就不同意 不同意 妈妈啥态度 和我爸一看态度 当时就是 他家所有人 动员这个七大姑 八大姨的 全去给他上课去 说你看啊 你为他付出这么多 又跟他私奔 又跟他走 不想见他这么大年纪 还有孩子 然后你 你真想结婚的时候呢 他倒不愿娶你了 就这样的人 你还跟他处着干啥呀 然后 就是经不住劝嘛 就是 就有点心动了 然后就有一天 提出来说 要不行 咱俩就分手吧 但是我知道 他说出分手 他心里比我不舒服 他说完分手之后 我就同意了 我说行 那就分手吧 他气人了 我都想揍你一顿 你知道吗 太气人了你这 然后就是分手 第三天的时候 我就总感觉 也有惦记他 知道吧 毕竟出这么长时间了 然后我就给他打个电话 就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就是从早上八点 给他打电话 电话就一直都没人接啊 当时我就是心中 有一种预感 有一种预感 就是特别强烈的预感 我真的就是发自内心的 就感觉到就有一种预感 我感觉他好像是 出啥事了 当时就有这种预感 然后我就一直打 一直打还是没人接 我从早上八点 给他打电话 一直打到下午十二点的时候 然后电话接了 然后接电话的是他爸 然后我就问 我说那个欣欣呢 他说那个有病了 我说啥病啊 他说那个脑出血了 他是没有任何征兆的 也不是车祸什么的吗 不是没有 没有 就突然就不行了吗 对 突然就不行了 头几天我看到 在那个微信里边 发过朋友圈 就是反正每天 都是接酒消愁 就是那种 就感觉失恋了 特别痛苦 没啥事就喝酒了 就是又什么心事不好 闹心了 然后肯定这都是前兆 血压就上来了 然后就是我打电话 那这你也有关系啊 那可不是 所以就是我感觉 我特别愧疚 特别愧疚 然后我就 我说那个 当时我接完电话之后 我就是人 就整个人 就瘫痪到地下来 就不会动了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然后他爸把电话挂之后 我就半天缓过神来之后 我就觉得 我得赶紧上医院去 您这个发病 跟这个分手是有关系吗 我感觉应该是有的 有关系啊 我曾早上花点给他把电话 但实际上吧 我这是先天性脑血管机型 但我觉得呢 要没有这些事的话 不会 也不会诱发这个病 对 当时我一开门的时候 就那个情景 就是 我一看呢 就是头发啥的 都涕流光了 而且那个脑袋上边 打两个洞 而且就这身上插的 就全是管子 插老多管子了 就是刚才那个照片 不是 他那是微创手术 就是用那个 把那个头上打两个眼 然后把管下去 把那个血给他吸住了 然后我一进屋 我看他这种彩像 我就趴在他身上 我就哭 之后 护士和那个医生 就进来了 就 就拽我 他说不行 你这样对那个 对患者不行 影响 影响治疗 然后我就控制不住 趴在他身上 哭 趴在他身上哭 然后我突然发现 他有一只手 他动 他就把我手抓住了 抓住了就放到他这个 背着里 背着这个部位 当时然后我就跟大夫说 我说那个医生 他好像有知觉 然后那个医生说 你那是思想过度 他不可能有知觉 因为这个时候的人 他是深度昏迷 他就说我神经过敏 然后我就感觉 他确确实实 他是有知觉 因为就我把手 拿下来之后 他抓着我手 还往这放 然后还往这放 他是不是这疼啊 对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就是胃出血 就非常严重 控制不住了 你看他就提醒你 所以我说 他那个时候 他肯定他能感觉到 那个大夫 他就说感觉不到 我就给我气的 都不行不行的 我说肯定有知觉 他百分之百有知觉 要不他不能抓我手 把他这个 喂不这个放 然后那个 谁啊 但是他爸他妈在吗 他爸他妈在 他爸他妈那个时候 都已经就是 不知道干啥了 就已经都已经麻木了 为了能让心心 得到更好的治疗 陈立斌提出转院的请求 然而 这个请求却遭到了 医生以及家长的反对 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之下 陈立斌执意将心心 转移到市医院进行治疗 也正是这个决定 给他们的未来 带来了新的希望 我们就转到那个市里边 更好的医院 到那之后 大夫给去完诊说 如果你再晚来两天 就是神心都救不了了 病发症复发了 就是那个脑出血吧 它有一个环节啥呢 就是人需要后背 就是用这个手 手心砸他的后背 然后把他那个痰液 从那个肺部上 给他震下来 要不他咳不出来 然后那个肺部就容易感染 就是溃烂了 就大夫说 他肺部已经感染了 就再过一两天 就治不了了 就是幸亏我们去的及时 要不就不转院的话 就已经不行了 所以到了那个新的医院中 你们在那住了多久啊 住了四个月 四个月 他深度昏迷两个月 就是每天都睁着眼睛 睁着眼睛 就是你感觉 我们刚刚看到了那个照片 对 他那个照片 你感觉他好像是 什么都懂清醒 其实他是深度昏迷 一点意识都没有 就这样的时候 你看他是睁着眼睛 但是他没有意识 气管切开了 气管切开了 就是因为他转院 转的晚了 就是他肺部里的痰液 吸不出来 没有办法了 把他这个气管切开了 然后就是上呼吸机了 是吧 一直说切不切 就是这个事 对对对 就是把气管切开 用那管下到肺部晚处 吸痰 在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突然觉得 你根本不可能能离开他呀 当时我就是 一进医院那一刹那 当时我就给自己 下了一个决心 我下了一个决心 就是不管他恢复啥样 就是哪怕你是植物人呢 或者是你恢复得好一点 你坐轮椅 我肯定这一辈子 我不会离开你的 因为我感觉我亏欠的 这太多了 人家 把这么多年的青春 都在我身上浪费了 就是我总感觉 他这一个小姑娘 不应该在他身上 发生这些事 不应该是他得到的 他也应该像正常人一样 就是拥有好家庭 拥有过一些好的生活 然后我都没给过的 然后正当的 这个青春年少的时候 病魔就围绕上他了 所以我感觉他特别不幸 在这个时候 我一定要不要 怎么的 你就打死我 都不会离开他的了 当时我就给按下去 他离脑干特别近 然后注意量还挺大的 特别严重 那个时候 因为两个多月 四个多月的昏迷 在这过程中 你有想过放弃吗 没有 那个时候我就是 我感觉我的心 心里边 就是特别的静 什么都不想 就是一心一意地 去照顾他 我倒是没希望他能 希望他好到什么什么样 我就是感觉 我这个时候 应该去回报他了 我感觉我是回报他 我愧对了 当时有人说过 要放弃吗 他爸爸当时说过 他爸爸说的那个 他爸说的那个 我是已经尽到力了 我这个做父亲 我也已经尽到力了 就是只要有一点希望 我肯定去会救他 但是大夫都说了 就是说你女儿 救过来的希望特别迷茫 然后他爸那个时候 他家人还挺迷信 就是找一个算命子 给算 说他晚上就十点多以后 就够呛了 就当天嘛 对 然后他爸他妈 就出去到那个市场 把他那个就是 老衣店 对 死时候穿的衣服 兽衣都给买了 当时一拿回来之后 我就心都要崩溃了 我把那个衣服都给他撇了 然后我就说 我说你干啥 你这个时候 你怎么能放弃的呢 我说你就 你这个不到的 你这个时候 就更应该坚持 你不到的没有 你绝对不能放弃 他爸他妈 那个时候都已经就是 我相信爸妈妈也是被折磨得不行了 对都折磨得不行了 但是他爸更痛苦 就是每天都在哭 每天都在哭 但是昏迷有多长时间呀 两个月 两个月都在昏迷 对 深度昏迷两个月 那四个月中 什么时候让你看到了希望 就是我每天嘛 每天我和他爸他妈 我们就是 换时间护理 白天是他爸他妈 就是白天还比较好照顾 我就是晚上的时候我就是 每晚都在给他扣背 就两个小时一敲后背 两个小时一敲后背 然后我就啪他耳朵经常说 我说那个欣欣啊 你起来 你好起来吧 我相信你能好起来 每天我都说啊 我说咱们两个人经历了这么多 现在以后会好呢 我说那个你好起来吧 以后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做 我每天都啪他耳朵都得说几遍 就每天晚上我给他敲背的时候都说 就终于有一天 我啪他耳朵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看他眼角流眼泪了 我就知道他 他就好像能 能听了我说话啊 当天的那颗心出现 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 有多少爱恋 只能遥遥想我 就像月光洒像海面 当时我就想 因为那个时候我俩已经分手了嘛 但我们一起都能来 没有想到他会来 他爸爸当时说过 他爸爸说这边 你当时好激动吧 我当时我就跟他爸说 我说他好像有意识了 然后就把大夫都叫来了 大夫那个时候还说呢 这都是正常反应 他说这代表不了什么 但是我心里感觉肯定他很好 因为他太奇迹了 当时那个就严重的不得了 对 王老师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你肯定没想过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吧 是 看不出来 那么幸福的一对恋人 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而且节目一开始 我看王老师都快睡着了 自己还在那喝咖啡呢 你现在怎么这么清醒呀 挺羡慕你的 其实能有这样一段感情 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讲 真的是挺走运的 如此深深地爱着他 并且总算是等到他没有放弃你 我觉得这就是福气 关键是他是从流眼泪开始 一点点苏醒的对吗 对 然后他就开始流眼泪 我就感觉他肯定能好 然后就渐渐的渐渐的 他就是都有知觉了 就指到疼痛了 就是哪里疼啊 他能指出来了 就一步一步的 然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 但是我没想象 他会能恢复到今天这种状态 就那个时候 我经常他 我记得 他就是有知觉的时候 能说话的时候 简单说几句话的时候 我就拽着他手 我就跟他说 我说媳妇你放心吧 他说我说我没想象 你能恢复到这种状态 我说你要是 只要是你坚定信心 你不用顾虑我这块 就是到什么时候 我都不会抛弃你了 我说你别有这种心理顾虑 别有这种心理压力 我怕他有心理压力 感觉自己这样了 我这个男朋友 还能不能跟我出了 我怕他有这个压力 我就每天都给他卸样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就放心吧 我说那个 我说你看咱俩平时 总听那个 给人家主持婚礼前 总放一首一首歌 叫那个最浪漫的事 那里边有一首歌词 就是什么我能 我能多想 对 我最浪漫 对 最浪漫的事 说什么两个人 坐着摇椅慢慢变老 我说最浪漫的事 不是坐着摇椅慢慢变老 是你坐着轮椅 我都能推你到老 就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 就是哪怕你坐着轮椅呢 我肯定我也推你一辈子 我这辈子我就是 不会抛弃他 因为我也感觉就是 从他生病的那一刻 就把我这个良心给我唤醒了 我不像以前那样了 迷茫了 知道吧 我就感觉我是真爱他了 这个时候我就感觉人间有真爱 这个爱就是发自我内心的 我是真真正正的爱他 你在之前都不是真爱啊 不是 当时没说什么 总拿他冲面 就感觉往哪一走 我自己知道 这是人长得不大 就是身高也不高 你领一个大高个 长得正好漂亮的 我都有面啊 无论是在同行啊 尤其是离婚之后 齐大姑八大姨的都议论纷纷 说这小子怎么还把媳妇昏没了呢 这回我让你们看看 我找一个比前妻更好的 当时就是这种心态 特别强烈 就是这种心态 所以这个时候 你再也不这么想了 再也 你觉得你是 一点那个就是 就感觉一股力量 把我心里这些邪恶都给冲走了 一点罚念都没有 就想对他好 最关键的是 他女朋友啊 还没有办婚礼 到底现在恢复成什么样 因为我觉得我们也拭目以待 此时此刻呢 欣欣来到了现场 掌声有请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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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我回首 老师好 您好 来来来 这里请坐 哎呦 你这挺好的呀 恢复的 嗯 就这里有一个疤痕 就是当年的那个气管 那个对吧 气管切出的时候 这里边下了一个管 而且你低头 你看这上边 在脑袋上打两个洞 现在这洞还在这 你对那个过程中 有记忆吗 没有 一点都没有吗 没有 就你现在 基本上是完全康复了 对吗 对 要定期做检查吧 不用 不用吗 他做过 因为我二次治疗的时候 做过二次治疗 嗯 他现在就是有点后遗症 他这个眼睛 和正常的时候不一样 就是眼睛 你看他经常在眨 因为他二次治疗的时候 就是他影响到 压迫胸管 压迫神经 记忆力特别不好 这已经太好了 已经太厉害了 他辜负这样 就真的是个奇迹 我都没想到 这个心血 你还能记得 你们俩以前的事吗 能记着点 就是当年 你刚才在北京 租小房子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记得呀 那都能记得 对 就他那时候气你 你还能记得吗 嗯 瞅瞅这家 真是 这长得跟画似的 因为他当时 气你要跟你分手的事 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 你还挑好的技是吧 关键是 你原来就是他那个 有那个各种 阴谋诡计的时候 你没看出来是吧 嗯 然后你长这么漂亮 他说他喜欢你 后来你就真的就爱上他 当时你就没觉得他 他那个 他就他那个 对 他那个性 就是他那个 个 就是他就没点 没点 遗憾啥的吗 就说你就不知道 就像这种大高个儿啥的 就 就 大长腿啥 你就 就没有这方面的判断 我就觉得 因为他当时对我也特别好 我就不在乎那么多了 后来他醒过来了 他老爸高兴吧 高兴 他爸特别高兴 因为他爸他妈 就是 就是 就是乍开始 我们两个人 就是他爸妈阻止我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心里都不怪他 因为我知道他们这是应该的 但是我默默地感觉到 他爸他妈对他付出的真的是很多 就是 真做到了身为人 父身为人母 应该对女儿付出那些 当时他人家开个早餐店 生意特别好 特别特别好 人都老多了 他爸他爸 他妈就是为了照顾他 把那个店什么的 前期关闭 后期转让 然后就是为了一心一意地 在医院救他的命 照顾他 真的 就是 付出老多了 你们俩 准备什么时候办婚礼啊 我就是 初步打算 就在 八月份左右吧 就是 我俩 想举办一次婚礼 你这个生病以后 你的同学朋友什么都知道了吗 知道 他们来看你吗 看我 他们来看你的时候 有没有说 你找了一个真好的男朋友啊 他们都没有 但是 我家亲戚说过 嗯 你家亲戚咋说的呀 说 陈利宾那小子真好 你有病啊 还在你身边那么照顾你 嗯 他这些年 是不是是 基本上是寸步不离啊 基本上吗 嗯 那你会跟他发脾气吗 不会 从来不会吗 不会 他会跟你发脾气吗 不会 你他生病以后 你跟他发过脾气吗 嗯 没有 因为我感觉这个时候 在他身上一部分是爱 一部分是责任 就有时候我感觉他像一个小孩似的我得去哄着他 嗯 不能不能跟他就是 对 又喊又什么的 因为现在其实恢复的从表面上看非常好 对 但实际上他的这个整个的这种思维结构他还是受到影响的 对对对 他那个大道就抵押嘛 对对 所以他还他还在成长期 嗯 他还得慢慢成长 嗯 对 他很多东西都是重新培养的 有些东西都忘了 对 我真的是特别 喜欢 喜欢他这个表达 首先他很会讲故事 其次他说的这个过程呢 其实很多男人在自己的内心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 表面上女孩就以为就已经挨得死去活来 男人他还在这种漂浮着的那种状态下 他可能就是阶段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一个真实的故事 王老师 我要给你鞠一躬啊 你就说到我的内心里 就最完完全全就是这样 你给我分析的一点一点都不错啊 就鞠一个躬就行了啊 你今天呢 你的男朋友呢 特别想在我们这里呢 再给你一些承诺 我们也帮你呢 选了一件衣服 咱们漂漂亮亮地拍点照片 你看可以吗 好 这里你去换一下啊 经过朋友的质疑 家人的反对 疾病的折磨 陈立斌和曲一新 跨过重重坎坷 终于迎来了幸福的时刻 为了能给女友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在节目组的全力配合之下 我们帮星星换上了美丽的婚纱 在全场观众的见证之下 为他们带来一场特殊的体验 更多感动 更多精彩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这里是由浪沙内衣 独家冠名播出的 大王小王节目 感谢浪沙内衣的大力支持 此时此刻呢 星星呢回到了现场 其实我们的节目组呢 一直在想 我们要给星星换一件漂亮的衣服 在我们这里 我们要听到呢 世界上最浪漫的表白 所以呢 此时此刻呢 也特别希望 因为你自己做婚庆的嘛 我也特别希望 我们这一段 到时候能拿到你的婚礼现场去 我帮你好好的把它拍下来 来帮我大屏幕换一个图案 怎么样这图啊 漂亮 漂亮哈 来 我们迎接 你的新婚妻子啊 掌声有请 星星 好美啊 好美啊 真的好美啊 你也可以接你 你都没跟她拥抱一下呀 可以可以 走着来就可以了啊 vital 真的好美啊 b in zee clean 太多的爱 你们俩带结婚证了吗 没人疼爱 再美的人 也会憔悴 虽然今天 不能算是一个正式的结婚场合 但是我跟王维念老师呢 愿意呢 为他们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2019年6月28日 陈丽斌 娶一新 申请结婚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规定予以登记 特发辞证 祝贺你们啊 谢谢 这个 你知道你今天有多美吗 你让我们这里蓬毙生辉 我们的音响师呢 刚刚为你们放了一群音乐 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 你们都是彼此最珍贵的礼物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给丽斌一个机会 好好把你想说的话说说 来 先好好表达 我们帮你录下来 全国观众都能看得到 老婆 谢谢你用你宝贵的青春 没办了我这么多年 也是你让我这个人有了很大的改变 我今天呢在这里 在大王小王这个栏目主 面对着这么多人为我们见证 我向你承诺 虽然我不能给你奢华的生活 但是我能发自内心地去爱你 以后往后余生 我会好好地对你 我让你受一点委屈 老婆 老婆 我爱你 我爱你 你不够了 还有礼物的啊 天呐 我帮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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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 我的天员 我的天员 我感觉 我的天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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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说两句吧 哎呀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想说什么说什么 相信老公吗 相信 谢谢你 谢谢你 我的天员 鼓动一点 太美了 开心吗今天 谢谢 特别开心 《浪沙不止吸引》 来到节目的每位嘉宾 都可以获得 由浪沙内衣提供的 精美礼品一份 我们的栏目组呢 送给你妈妈的一份礼物 带回去给妈妈 给您这个 再次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祝贺他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再见